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1月15日 现在是上午10点 我是严芳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昨天商务部发布了 2018年我国吸收外资情况 数据显示 去年1到12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60533家 同比增长69.8% 实际使用外资8856.1亿元 同比增长0.9% 创历史新高 2018年1到12月 我国制造业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20.1% 占比为30.6% 较上年提高4.8个百分点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同比增长35.1% 此外实际使用外资 在中西部地区和外资大项目方面 也实现快速增长 合同外资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 达到了将近1700个 同比增长了23.3% 这应该说是一个先导性的指标 对我们19年的实际使用外资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示 也外资企业呢 就特别说外国投资者 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还是满满的 14号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探月工程 嫦娥四号任务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 以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 中国探月工程四期和深空探测工程 全面拉开序幕 嫦娥五号将于今年年底左右发射 实现区域软着陆及月面采样返回 探月工程将实现绕落回三步走目标 而随着今年年底 嫦娥五号到月球正面取样回来 后续探月工程还将完成三项任务 包括嫦娥六号 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 据介绍 嫦娥六号计划在月球南极 进行采样返回 嫦娥七号计划在月球南极综合探测 嫦娥八号呢 我们现在规划当中 继续进行各种科学家需要的 这个探测试验以外 我们还要进行一些 现在关键技术的月面试验 因为现在无论是中国 美国 俄罗斯和欧洲啊 等国家都在论证 要不要在月球建立一个科研基地 或者科研站 关于月球科研基地 中国目前尚在论证当中 还是一个概念性的蓝图 没有具体的方案 买房刚交了定金 事后想反悔 希望开发商退还定金 往往很难 由此引发的纠纷也不少 近日广东东东莞发布 购房者交定金认购楼盘 1月11号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在其官网上正式对外发布了 关于推广使用 东莞市商品房认购书范本的通知 根据通知 购房者在认购书签订之日期 两个自然日内 不含签订当日 要求解除认购书退回定金 如双方尚未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出售方应当退还 该规定将于今年3月1号起正式实施 比如说我就是因为地段好 或者怎么样子 或者就是因为销售手段什么的 我们当时买了 那买了之后 我可能回去因为各种原因 然后可能就不想再做这个事情了 或者我有其他的打算 然后那这样如果可以退还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也有专家表示 无理由退房与零首付 分期副首付等 都是一种营销方式 也是楼市下行的表现 不过此次由地方政府牵头 出台无理由退房 是一个极强的政策信号 数据显示 东莞2018一手住宅 合计网签45341套 环比2017年下跌10.3% 销售面积521万平方米 环比2017年下降7.6% 事先转向国际 英国议会下院计划在当地时间 15号傍晚 对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 脱欧协议进行投票表决 据路透社报道 特雷沙梅14号找到 英国保守党议员们 和他的政治盟友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议员 为争取他们的支持 做最后努力 此前部分保守党议员 和北爱民主统一党议员 已经明确表示 将不会在投票表决中 支持当前的脱欧协议 路透社报道 如果议会下院否决脱欧协议 特雷沙梅将最晚 必须在21号前 向议会提出新动议 说明他接下来的计划方案 当天稍早前 特雷沙梅在议会下院承认 当前的脱欧协议不完美 是妥协的产物 但他强调 这份脱欧协议在政治层面 提供了唯一合理可行的 安全脱欧路径 脱欧前景不明 许多英国普通民众担心 未来的生活会受到冲击 近期英国一些大型的连锁超市 为防范脱欧带来的不利影响 开始增设仓库 储备更多的食品和日用杂货 距离英国拟定的脱欧日期 只剩下不到75天的时间 欧盟和英国的贸易关系尚未确立 货物如何入关 进口税率如何 是否会因为突然增加的 入关手续而延期到货 这些都是英国超商眼下最关心的问题 针对上述担忧 英国两大连锁超市 马沙百货和特异购近日宣布 在新年之后 他们和欧盟国家的供货商 进行了一系列的紧急磋商 请他们扩大生产能力 增加进口储备 特别是对那些耐储藏 保质期长的食品 比如罐头食品和日用杂货等 扩大的仓储 但同时 他们也提醒英国消费者 超市中一半以上的食品 是生鲜蔬菜和水果 这类食品很难提前大批储存 如果英国议会在15号的投票中 否决脱欧协议 英国被迫选择硬脱欧的话 消费者要做好某些食品 暂时短缺的准备 记者在伦敦一家个体超市看到 这里的进口蔬菜和水果应有尽有 很多来自欧盟 经营者说 脱欧后这些进口蔬菜 可能还要涨价 智能电视等家居设备 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最近亚马逊公司旗下一家公司 研发的智能门铃被爆出 公司员工允许观看 用户门铃摄像头拍摄的视频 这款智能门铃 由美国加州一家公司研发 门铃上带有摄像头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脑与门铃连接 当有人按门铃时 用户就可以通过摄像头 清楚地看到上门的人是谁 并与他们对话 去年二月 亚马逊公司收购了这家公司 据英国一家网站爆料 研发这款门铃的公司 允许员工观看世界各地 每一个门铃摄像头所拍摄的视频 爆料称公司的工程师 可以看到一些用户 未经处理的影像 员工还可以在公司服务器上 共享这些未加密视频 一些视频甚至包括用户家中的影像 对于这些情况 用户完全不知情 对此 这家研发公司解释称 他们允许员工观看视频 是为了更好的服务 公司聘请了一个视频标记团队 来观看摄像头拍摄的内容 并对视频中的人物体进行标记 从而对门铃摄像头的识别功能 进行改进 研发公司表示 一旦发现公司员工滥用系统 将立刻采取措施 其实不仅仅是智能门铃 您家中的智能电视 扫地机器人等等 都有可能正在监视着您的一举一动 这是韩国三星公司2015年推出的智能电视 用户可以通过语音识别软件 对电视下指令 实现开机关机和换台 然而三星公司曾表示 如果用户下达的指令比较复杂 连通网络的智能电视 就只能把用户说的话录下来 发送给第三方公司进行翻译 而录音期间 所在环境中的一切响动都会被记录下来 这也就意味着长出耳朵的电视能听到的 或许不仅仅是开机关机指令 可能还有不该听的隐私 很多人家中都有扫地机器人 帮主人打扫卫生 它身材小巧 目光敏锐 可利用摄像头扫描周围环境 并执行自主清洁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互联网的另一端 黑客手中的扫地机器人 却变身成为了一位间谍 原来这家网络安全公司 在扫地机器人的登陆软件中 发现了漏洞 利用漏洞 黑客可以伪装成用户本人登陆 对家电进行远程遥控 实时看到家中的情况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调查部门很可能将通过 智能手机游戏的运营商 使用卫星定位系统 也就是GPS功能 来获取事件相关人员的位置信息 日本检查机构的内部文件 详细记载了获取方法 围绕GPS 2017年3月 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曾认定 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下 安装GPS终端的调查手法是违法的 也是对个人隐私的严重侵犯 因此通过游戏公司 获取位置信息的手段 或将成为有关部门 进行调查的一条进路 根据日本检查机构内部共享的 搜查中有效数据等 获取方法一栏表的记载 用来获取位置信息的 相关游戏运营商有三家 这些运营商均已在官网上注明了 应政府机构的要求 会公开个人信息的消息 但在对这三家游戏运营商 进行采访时 其中一家公司称 检查机构一年会有 数次获取信息的请求 且警察方面更多 不过关于详细的请求内容 和应对方式无法告知 另一家则称没有这回事 还有一家并没有接受采访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制作的 五集电视专题片《资本的力量》 正在财经频道晚间八点当播出 本片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 和现实案例 讲述了中国资本市场 依托改革开放 助力改革开放的成长史 今天将播出第二集成长之路 我们先来看一些精彩的片段 资本的力量第二集 主要讲述中国资本市场的 成长历程 包括中国第一支股票的诞生 股份制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 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诞生的过程和背景 股权分制改革的过程和重大意义 中小版 创业版 新三版 和期货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投资者队伍的发展 和投资理念的成熟 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逐步形成 更多精彩内容 近在今日晚间20点到 敬请关注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1至12月 我国汽车产销量 达到2780.92万辆 和2808.06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4.16%和2.76% 虽然受政策因素 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低于年初的预期 但是我国汽车产销量 依然连续10年 蝉联全球第一 其中乘用车产销 2352.94万辆 和2370.98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百分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